希望政府战队是否承认同考 目前还是没有定案 教育部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 将在7月提成承认同考咨询报告给内阁 由内阁做最后定夺 教育部部长马智里强调 该委员会只是收集各方的意见 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他说这也是我国史上第一次 严正看待和处理承认同考事宜 教育部去年10月宣布成立 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 针对探讨承认同考事宜 争求各界意见 截至目前该委员会 已经召开46次会议 收集学术学者 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单位的意见 积极准备承认同考的咨询报告 同考特委会主席朱武英指出 完整报告将在7月提成给内阁 此外教育部部长马智里强调 特委会的职责只是收集各方的意见 是否承认同考由内阁做最终决定 马智里指出 承认同考不仅仅牵涉政治和教育 还必须考量到国家的经济稳定 等等其他因素 一切不能仓促进行 他强调 这也是我国史上第一次 严正看待承认同考的问题 他也相信咨询报告 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干预 至于报告会否公开 将交由内阁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 马智里今早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巫统百乐国会议员 那都斯里伊斯迈沙比里的附加提问时 也回应 政府是否承认同考 暂时没有定案 暗体西桌火道